每一张剧照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剧照君 欢迎收看由徐德巴出品的剧照故事 他武功独步天下 野心勃勃 为修炼葵花宝典 回到自宫 他是男是女 全看编剧心情 没错 他就是《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 从八十年代至今 无数影视作品把东方不败的形象搬上荧幕 今天 剧照君就带着大家一起盘点各大版本里的东方教主 看看哪一位惊艳到了你 最经典的东方不败 说到东方不败 首先脑海里出现的是由徐克导演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林青霞饰演的东方教主 坦诚霸气 风华绝代 尤其是和林狐冲在水里喝酒的这场戏 简直被迷得不要不要的 以至于这版东方不败的造型 一直被模仿 却从未被超越 最忠于原著的东方不败 说到经典 吕颂贤版《笑傲江湖》里 由鲁振顺饰演的东方教主 也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 他也是古天乐版《神雕侠侣》里的霍都王子 可男可女 堪称演技派呀 是江南第一美 小王又岂敢露出一点鄙视厌武之色 能够身为女子 必做臭男人胜过百倍 这位东方教主绝对是最符合原著的人设 因为他确实是个男的演的 据不可靠小当消息 这版《东方不败》是唯一被金庸先生所认可的 你知不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了 最规矩的《东方不败》 早在八十年代 香港TVB就有让男演员扮演过东方教主的影视作品 也就是由周润发 陈秀珠主演的《笑傲江湖》 据让君觉得当年还是小鲜肉的八哥 真的好帅气呀 而这版的东方教主的扮演者 就是连演了三版柯正恩的江义老师 八三射雕 是他 九四射雕 是他 九五神雕 还是他 演了这么多部经典作品 我们真要向已故的江义老师致敬了 林帝是为了我好 对我体贴 他知道我无心教悟 待我操劳而已 最妖绕的《东方不败》 对于大多数内地观众比较熟知的 还是张继中版《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 记得小时候一听到 画面闪过的就是这个一脸油彩妆的《东方不败》 当时他大叫一声 连帝 是不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版《东方教主》的扮演者 就是乐剧演员毛维涛 善于反穿的他 加上启用男声配音 难怪雌雄难辩 我要是能和你一样 别说这日月神教教主 就是皇帝老子 我也不做 最跳戏的《东方不败》 接下来这位是新加坡版《笑傲江湖》里 由郑秀珍饰演的《东方不败》 是不是很美艳 很有女人味呢 不过 看了这版由《东游记》 原班人马出演的《笑傲江湖》 再看看 由咆哮帝饰演的泡面《灵狐冲》 据照君想说 你们确定 不是走错了片场吗 走啊走啊走 何仙姑是不是喜欢吕冲冰 那吕冲冰 又是否喜欢过《何仙姑》 最悉情的《东方不败》 俗话说 墙中自有 墙中手 一山还比一山高 由台湾偶像剧女王 陈俏恩饰演的《东方教主》 到了鱼妈手里 不仅成功变姓为一名 妙灵女子 还和灵狐冲 谈起了一段 横轰烈烈的恋爱 你有没有爱过我 东方姑娘 永远在我心里 如此神剧 成功掀起了一批 冲冬党热潮 女主任盈盈 表示不服啊 我就不明白 你有什么 你忙我会吹消 作为前任 我可以陪她喝酒练剑 给她送饭 看病舍命 取雪狼板 用内力帮她续命 不是我会吹消你走吗 最温柔的东方不败 曾经在《笑傲江湖》里 饰演人盈盈的刘雪华 多年后 也在《人嫌其满笑傲江湖》里 升级 做了东方教主 不过这个教主 也太温柔了点 剧造军总感觉 是在看穹妖奶奶的苦情戏啊 美花一龙灰潮 美花爱龙飞丝鸟 最辣眼睛的东方不败 言归正传 剧造军下面说的这位东方教主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呢 没错 他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力 法海的扮演者 钱德门 天了鲁 剧造军表示不能接受啊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 就证明你小哥有些慧根 你竟然也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欺负我心爱的脸皮 日出东方 唯我不败 面对这样的东方不败 我就想问灵狐少侠 你们还敢爱吗 更多聚集盘点 现在剧造故事 我们下期见